美方的声明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政治谎言 对中方进行污蔑抹黑 无端打压中方官员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轮不到美方指手画脚 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 恰恰是美国 就是这样的美国 还整天以保护人权为民 叫嚣对别国进行打压制裁 这样的把戏注定失败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反省 并纠正自身在人权领域犯下的累累罪行 同时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人权状况 停止对中方蓄意抹黑打压 立即撤销针对中方官员的所谓制裁 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对等反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